这次开了20个小时的车 带八条来了福建厦门 八条很清楚自己是来上班的 又是试吃又是测猫杀 格外的卖力 上班累了 他就回小车里采奶放松一下 然后喝口水休息休息 万万没想到 努力工作的八条 居然还挨了一笔的 直接都给他打成表情包了 后来我花了好几根猫条 才把它哄好 在猫博会现场 我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上面画着八条 小胖和瑶瑶 瑶瑶生前经常带小流浪回院子蹭饭 可能是因为她自己流浪过 所以也想给别的毛孩子撑把伞 我们从来没有觉得瑶瑶真正离开了 这次来厦门 我们也带上了她 我们会联合赞乐品牌方 以瑶瑶的名义 给古浪与上的小流浪们捐猫粮 把瑶瑶的爱传递下去